第二位达人是哪一位 下一位叫郑毅 来 有请 有请到台中 来自哪里 来自县居北京 现在住的北京 原籍呢 原籍河南郑州 河南郑州嘞 来我看一下他的简介 太严 大家好 我叫郑毅 不对 我叫郑毅 大家好 我叫郑毅 今年27岁 来自河南郑州 他们是我的搭档 叫怪鸟 是 我叫怪鸟 这个赋语呢 是一种在国外 非常流行的一种表演 我呢 是在09年的年初 也就是一月份呢 在网上偶然看到 一个外国人在表演这个 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呢 可以去尝试一下 正好那个时候呢 我在家的这个 生活呢 很乏味 想来北京做演员 因为我觉得演员的生活呢 会丰富多彩 今天呢 来到这个节目呢 今天很高兴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 向大家展示我的赋语 这次来呢 我还带来一些 其他的朋友呢 一起给大家表演 哎 还有我 还有我 对 还有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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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怪鸟 我们不会忘记你的 哎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故意大人 正义 谢谢 所谓的赋语就是 闭上几次说话 然后用独特的欢迎方式 告诉你们声音出来了 对 学这个学了多长时间 哎呀 从练习到现在 是第四个年头了 但实话实说 这门艺术比其他的艺术都难 这么多年来 我所接触到能表演赋语的演员 也就五六个 六七个左右 每个人的水平 还是有高有低的 不知道你是跟哪位老师学的 自学 自学成才 哦 本职工作之前是做什么的 呃 在家经商 哦 做买卖的 对对 那么今天准备的节目是 有题目没有啊 呃 其实也就是俩人的 聊聊天啊 聊聊天 哦 逗逗肉 你的那个小伙伴在哪里啊 呃 那边呢 都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好极了 来 掌声送给正义 大家好 我们是中国非著名演员 我是正义 哎 我是小东改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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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 谢谢 哎 谢谢 谢谢大家 给我一个人的掌声 哎 哎 咱们俩上台是吧 得合作 啊 对 合作 哎 你别单恋 哎 哎 我们俩合作 好多年了 没错 好多年了 我们俩既是搭档 亦是好朋友 没错 好朋友 哎 我呀 是他亲生的朋友 哎 亲生的朋友 朋友能有亲生的朋友 你生的吗 啊 啊 对对对 嘲嘲嘲嘲 哎 我呀 是他的生前好友 哎 生 我我我过去还是怎么着啊 啊 还没到去 啊 哎 我跟你说啊 你也别贫了 是吧 贫大半天了 我跟你说啊 来这儿啊 是要跟这众弟子们 PK一下才艺 哦 你好 你好 哎 你有什么才艺啊 哎 唱歌 哎 我还以为什么呢 唱歌这 不算才艺 哎 这谁不会哼哼两句啊 哎呀 我唱歌唱得好听啊 哼 你给大家来一首 哎 你要是能唱得 让大家给你拍一首鼓掌 就证明你唱得好 怎么样 哎呀 好好好 这次鼓掌不算啊 你来 你来 如果感到开乐 你就开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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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感到开乐 如果感到开乐 你就开开手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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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算个样啊 算空子 那我唱的 你让评委们说你唱得怎么样 老师 老师 老师您点击一下 别说 他穿大裤比你好看多了 来问一下我们的评委老师 石先生觉得如何 这门艺术我是同一次接触 所以 他这声音有哪儿出了呢 那是他的肚子涉地 挺新颖 谢谢